各位早晨,今天是9月13日 昨晚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升 升幅介乎在0.7至1.2%之间 美国那边华尔家又开始说 未来一个通胀数据会否有机会有回落 开始唱通胀见顶 其实这一件事之前也有分析说过 暂时来说还是言之上早 不过很多时他们会借着这些 可能短期少少的数据变动 而去有一些炒作 其实美联储政策就不会因为单一次 甚至是两次的数据而去很大的改变 但其实还是一个借势的炒作 就是反弹里面 但美股或港股其实都见到有反弹 近期但整体上来说 大市仍然都不算是很好 大家放心去买 坐着这样的阶段 仍然都先看着短线 至于大股仍然是疲弱 今天港股也有药名生物大跌15% 主要也是受着美国继续 扩阔它将一些本土产业 留在本土 而一个去全球化的影响 担心未来会有些政策 会否影响到相关板块 这个时候其实继续都是 之前的一个路向 重点据关注的仍然是能源 新旧能源也是 无论港股还是美股也是 很高兴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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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